然後當然後來就有一個協議了 就是我照樣在印刷場上班 十二點以前上班 十二點以後上通告 然後往往有時候去參加的時候 急急忙忙從印刷場出來 要上通告 手上還有幽默 然後到了那個電視台的時候 要唱歌你知道嗎 然後呢 你這樣拿的時候 鏡頭一定會拍到 會拍到幽默 對 那時候為了要藏 所以久而久之就養成了 吹笛子的方式 這樣拿麥克風 就長 因為這個手指比較容易有幽默 然後 當然呢 後來現在改回來了啦 那後來當然約滿之後 我有答應過他們 就是說 我下次再簽約的時候 已經完全經過你們同意 找到你們可以願意 同意的公司跟工作的方式 我才簽 所以約滿之後 我就回到印刷場 回到印刷場之後大概 那次我覺得很意外就是 我放下歌唱這邊 回到印刷場 因為那時候媽媽身體不太好嘛 所以就 回印刷場工作 但絕對沒想到一件事 就九個月之後印刷場就一把大火燒 我回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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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星期了